節目 flats 嘿 你喜歡玩捉迷藏嗎 今天 我們要來帶你認識一個用卡片 來玩捉迷藏的捉迷藏遊戲喔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這個遊戲是發生在一群小怪獸們的著名場大賽中 每隻小怪獸都在自己的身上蓋上一塊布 比賽看誰能夠最快猜到對方的身份 而每隻小怪獸的線索 都被整理成了一張張的單字卡 像是這一隻小怪獸 他的身體是紅色和藍色的 所以你在Red和Blue這兩張卡片上面 都可以發現到他喔 那你知道這隻小怪獸喜歡吃什麼食物嗎? 沒錯!就是熱狗! 因為在熱狗的單字卡上面有出現這一隻小怪獸 卡片除了顏色和食物之外 還有其他13個類別的線索喔 而你將扮演其中一隻小怪獸 運用卡片上的線索 想盡辦法去猜出其他小怪獸的身份 來贏得比賽的勝利 讓我們來運用這些單字卡 一起猜出這隻小怪獸的身份吧 現在我們手中的線索可以發現 這隻小怪獸喜歡吃Pizza和Grey 但我們似乎還少了一些資訊 因為同時有兩隻小怪獸喜歡吃這兩樣東西 那你能夠看出是哪兩隻小怪獸嗎? 沒錯!就是Bean和Bunny Walker這兩隻小怪獸 不過當我們發現這隻小怪獸還喜歡吃冰淇淋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能知道他是誰了呢? 登登! 這一隻小怪獸就是Bean 很好! 那麼你準備要來玩這個桌迷藏遊戲了嗎? 這個桌迷藏跟普通的桌迷藏可是不一樣的喔 它有很多種的玩法 我別擔心 接下來我們會有一系列的影片來教你各種玩法 要記得來看喔!